很多人以为麦当劳是卖汉堡的,如果我告诉你他做房地产的,您相信吗?麦当劳的发展史。 当麦当劳公司创始人克洛克,发现麦当劳的时候,他已经52岁了。 麦当劳之父雷克罗克·薇克洛克,有一天,他看到街边有一家汉堡店,排队的人源源不断。 服务效率极高,刚刚点完餐,配好的餐就会出现在你手里。 当时的美国的餐饮业,还没有take it away的概念。 这种打包外卖的方式,让他感到既惊讶,又很有创意。 克洛克找到当时的汉堡店老板,迪克·麦当劳,和马克·麦当劳兄弟,并与麦当劳兄弟达成合作。 取得了麦当劳在全美的特许经营权。 这位自诩的一战老兵,对于自己眼光的信心坚不可摧。 他曾经如此描绘这段往事。 我当时已52岁,有疼尿病,早期关节炎。 在早年的推销生涯里,扎除了胆囊和大部分的甲状腺。 但我始终相信,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还在前面。 1961年,克洛克最终说服麦当劳兄弟,以270万美金的价格,将餐馆转让给自己。 1963年,麦当劳每家店面门口的奶光灯馆上都标识着超出一亿只汉堡的销售量。 同年,身穿红条衣服黄色背心的小丑,雷纳德·麦当劳正式亮相。 约翰·马里亚尼那本著名的美国人出外用餐记载说, 自1965年雷纳德·麦当劳上了全国性电视广告。 6年间,96%的美国孩子借助了他,远远高于当时美国总统的知名度。 随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麦当劳进入了开挂的克罗克时代。 1963年,售出一亿只汉堡成就达成。 1965年,全国电视广告播放成就达成。 1970年,一千家店铺成就达成。 1978年,五千家店铺成就达成。 1983年,克罗克去世。 他没有看到麦当劳进入中国。 今天,麦当劳已在全球11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3万家店, 成为核万宝露、可口可乐其名的三大品牌之一。 麦当劳的经营模式。 麦当劳有二种经营方式。 餐厅直营company-owned restaurants,也就是麦当劳自己运营的餐厅。 收入全部归麦当劳。 餐厅加盟franchise,加盟商运营餐厅。 麦当劳向加盟商收部分抽成。 主要包括两块。 加盟费和房租。 加盟费抽成一般为餐厅收入的4%至5%。 租金扣贬一般为餐厅收入的9%至11%。 我们来看一张表。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加盟费,加盟商还要向麦当劳交房租。 看财报。 2016年,麦当劳的租金收入为61亿美金。 而加盟费收入才31亿美金。 麦当劳不是买汉堡的吗? 租金怎么这么高? 其实麦当劳是搞房地产的。 麦当劳是个房地产公司。 麦当劳的主要利润,来自于房地产。 麦当劳有专业的选址能力。 麦当劳看重的地段房价都会涨。 麦当劳靠房地产盈利。 这句话又只对了一半。 如果说麦当劳只是像普通的企业, 或者普通的投资者那样。 通过专业的选址能力, 去获取房产的增值。 这还不是麦当劳高手所为。 这还一个普通的投资行为。 麦当劳的独特之处, 或者他的高手高知所在就是体现在。 他不仅有专业的选址能力。 同时他通过辛辛苦苦的卖汉宝宝。 通过辛辛苦苦的建立麦当劳的餐饮文化。 这样就建立起了麦当劳的一个商圈。 通过麦当劳商圈。 不断拉动海量的人流量, 来到麦当劳, 以及他附近的商区。 这种做法就会主动, 直接地推动房地产价格的提高。 这就是麦当劳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房地产公司的秘诀所在。 他不是被动地等待房产升值。 并不是单一地依靠所谓的专业选址能力。 他是积极而主动, 长期地拉动房地产价格的增长。 麦当劳和原来的土地拥有者, 签署20年到30年的长期租约。 甚至是自己买断整个土地来建造房屋。 然后自己长期持有或者转租给他的加盟商。 通过这样去获取房地产生值的利润。 如果我们去看麦当劳的财务报表, 会发现他的主要的资产就是房产。 麦当劳三分之一的收入, 来自于直营。 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于加盟。 在加盟里面, 收取的主要的收入, 就是房产增值的收入。 从这个角度来讲, 麦当劳的外在提供的产品, 是一个以汉堡为主的快餐企业。 但它的本质, 核心的盈利来源却是房地产。 如何看待麦当劳退出中国? 2017年1月9日, 中信股份、中信资本、 凯雷和麦当劳宣布成立新公司。 后者成为麦当劳未来20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主特许经营商。 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 以为麦当劳退出中国。 其实不然。 他是回到他的包租工生意上去。 当然。 在中国, 麦当劳想拿地。 想都别想。 所以注定了在中国的加盟模式, 不是conventional franchise, 而是development license, 收房租就别想了。 收点品牌使用租金就可以了。 在中国做加盟人生地不熟。 麦当劳做了这么多年。 估计是发现这块看住, 是肥肉, 其实是硬骨头的中国市场真难啃。 所以干脆设个主特许经营商。 这个主特许经营商, 有中信的资金实力和政治资本。 日后做加盟, 扩张门店的能力是杠杠的。 这样一来, 麦当劳在中国的包租工生意, 可以做得更大。 最后, 讲一个小故事。 当年有人听到麦当劳的主业是房地产之后, 采取了模仿麦当劳的方式。 他到处开洗车店。 洗车是副业。 主业是坐等洗车店升职, 并且还搞得不错。 这个故事来自傅爸爸穷爸爸,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对此, 您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关注本号。 为您推荐更多历史上的创业人物。 财经事件 不质, 不败? 这质的创业人物。